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A到陈俊杰 江金佐 孙祖军 B到嘎嘎许天琪 王一哲 In2One 张家元 好 咱们六位选手呢是已经到位了 八强赛的第一组对阵将是辽宁队的江金佐 对阵新疆队的王一哲 其实我们之前也看了娜娜这个攀岩的比赛 我想问一下你 因为我是从来没有进行过这项运动 你觉得就是上手学习这项运动最困难的地方是在哪呢 最困难就是我记不住那个点 其实它应该又有那个点 哎 我们要抓这个点 然后下一步是什么什么 对 然后我脑子数学也不太好 所以记不住又抓哪个点 对 这个是对我来说是最困难的 手脚并用 还要大脑兼顾计算是不是 对 这是我们今天的岩壁啊 请这个中志导来帮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岩壁吧 嗯 这个岩壁咱们这个应该是七米高的 这个 八米 八米高 八米高 然后好像和上次这个线路 你看它这个岩点 岩点它是 大家在观察这个线路的时候 它岩点是有开口方向的 是 如果你要 你没有抓好这个开口方向的时候 你的动作就会很难做得出来 会导致很多失误 嗯 而且我们在呃之前的比赛当中也看到有些选手呃有一个开口方向是向下的 对 有些选手抓了以后呢 其他的动作重心是很难往上攀爬 所以他就失误呃有几个选手还是失误挺多的 对 所以刚才内内也说了就是数学不太好 哈哈 攀岩那项运动就是不光是要比你的力量速度灵活性就是还需要你去规划你的线路 是不是最快的这条线路 对 其实他记这个岩点的这个 嗯 这 还有很多的一个方式就是 呃 为什么会难难记不到 对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因为他 你爬的比较少 其实我们记这个动作也不是记这个岩点 啊 我们会记每一个技术动作 嗯 然后去 踩还是抓 抓拉的 对 就是去规划这个技术动作 最后来后规划一条适合自己的线路 对 看也比以前作为 呃 江晶佐呢在预选赛是排名第二名 王一哲是第七名 就是江晶佐也是咱们几位啊能够飞檐走壁的男选手之一 这样子真上一次的时候预赛的时候不是淘汰的 只是就是自己进行攀登这一次他属于这种对抗淘汰的 对 呃 意外会有更多也会更多的惊喜 嗯 因为确实在这个线路上有时候看到对手就是超过自己会让自己心态产生一定的变化 因为在昨天女子的决赛里边就是出现了暴露 江晶佐好厉害啊 王一哲这边是起步出现失误江晶佐无秒无久 直接晋级了 直接晋级 就是你甚至还没有反应过来他就已经拍到灯了 但是来好简单啊 我爬的时候没有这么 你看他的手脚还是配合的非常不错的 对 这是在下面已经规划好了自己的路线进入动作 对对对 是的 攻起江晶佐 王一哲这边是起步出现了一个脚滑的情况 左手点也没有抓好 他右脚滑了以后左手点就很难去抓握这个眼点的有效部位 对 也很可惜 江晶佐这个表现也后面的所有选手都一个非常大的压力 好下一组呢是来自湖北队的孙祖军对上来自辽宁队的张家元 孙祖军好像是有一些伤势在身上 对 昨天我就是在解说席跟家元聊天特别逗 他滑冰嘛 他是他是东北人 但是他不敢滑冰 说说从小家里跟他说滑冰很危险 哈哈哈 哈哈哈 虽然有时候很多人看到攀岩以后很高觉得是挺危险的 其实我们 都是有很好的保护措施的 嗯 我本来也很恐高 但是尝试这个就 嗯 对就一下子就会适应这个高度了 嗯 呃其实孙祖军如果没有伤变的话也是那种爬的特别快的选手 是很有竞争 哇 没什么问题 哇 他的技术动作还是 哎呦 出现了点小数 对 啊 只要顺利的进入下一下一 下一 晋级就行了 对 7秒38也是非常好的成绩 他是 买个位置受伤了吗 感觉他好像是大腿的后侧有拉伤啊 大腿后侧肌肉拉伤 对 本来还是很很拼的他们 对 嗯 孙祖军今天 应该是还要参加很多其他的比赛 我看一下啊 对 对 要参加这个男子10米光剑手枪的比赛 他在预选赛里面是排名第一名的 嗯 哦 下面进行男子攀岩幻决班 有请第一组运动员A道Gaga 加油 嗯 嗯 呃 马上为您带来的是男子攀岩的半决赛 上半区呢是由 轮空的Gaga许天奇对上 轮空的陈俊杰 他们两个第一轮都没有进行攀爬 对 其实这个也不好 因为第一次攀爬了一次之后吧 至少说对于赛道是熟悉的 对对 熟悉的赛道 旭天奇地道陈俊杰攀岩幻决就位 谷天奇地道陈俊杰在前面的预选赛里面也是超越了自我 因为他跟我们一起解说了 这个女子攀岩的比赛 上次上次的时候 我们一起解说女子 然后他自己觉得 自己可能比不上 这个女子攀岩的 这个最好的预赛成绩 结果后来确实超越了自我 而且顺利进入到八强了 马上开始 比赛开始 这边陈俊杰 明显速度更快一些 5秒67 5秒67 许天奇刚才起步的时候 他的节奏没有把控好 他抓我点的时候 他肯定计划的 不是抓我右手就抓那个点 他右手抓我去抓了我 所以他的节奏一下子陷入 还是不错了 就是本来以为 许天奇本来以为 他攀岩项目是参与 结果最后进入到了四强 非常不错 天奇昨天在街舞当中 也有着非常惊人的表现 当然如果最后的决赛 是在陈俊杰还有江京佐之间进行的话呢 两个人的这个竞速 确实是非常有看透 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 就有可能一眨眼就已经结束了比赛 孙祖君这边感觉体能上还没有完全恢复 而且伤病的影响是越来越大了 估计他的大腿后车拉伤了以后对他的盘爬是影响比较大 对 其实我觉得他只要按照他正常的一个节奏上去 就起码他的成绩应该不会差的 那主要是旁边这个给的压力太大了 一眨眼就到了 对 这别的选手呢 可能我们还能看到这一个攀爬的过程 像这个江京佐啊 包括姚琛啊 就真的是给人感觉是飞上去的 那就怕在这个过程当中竞争越来越激烈 运动员的心态也会产生一些变化 对 就是你前两轮可能表现的比较好 但在这一轮的话 压力一大的时候有可能会出现失误 我感觉孙祖君的这个表情啊 已经是非常的痛苦了 好 比赛开始 孙祖君起步很快 两个人起后面起 不行 孙祖君那边应该是伤兵影响是比较大的 他的起步反应是非常好的 对 右腿这边啊 对 那很可惜啊 其实到中间的时候 两个人的节奏还是比较一致的 对 你看他的起步 其实这几步动作做得非常的流畅 孙祖君就怕说这个状态啊 会影响他的同牌争夺战 就这一下他没有 对 没上去 把这个脚点踩好 嗯 那也恭喜孙祖君进入了同牌的争夺战 江青左是一把比一把快 刚才这把是四秒七几 对啊 感觉还在我上面 应该感觉到我慌了 好 咱们男子攀岩的决赛呢 是由陈俊杰对阵江青左 有这项技能啊 将来能够这个拓宽自己的戏路 演个大侠飞贼什么的都可以 飞岩走壁 对 那个一个电影 汤姆克罗斯就是 有这个叛岩的这个动作 对对对 这个对阵应该是 江青左和陈俊杰 江青左可能这个实力从各个方面 他目前还是比较占优势的 我感觉他现在的自信心上来了 就是本来呢 在这八位选手中啊 江青左和姚琛应该是一档的 然后呢 这个陈俊杰算是紧随其后的 陈俊杰和孙祖均紧随其后的 好 那咱们现在把时间啊 交给场内的小仙